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 由天原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 我是主持人子荣 今天的刚好是中华民国111年西元2022年的最后一天咯 也要祝福大家在明年度2023年 一切顺心如意之外也是丰盛圆满了 而在我们的《福到你家》的节目当中 今天一样会带给大家非常多精彩的内容分享 不过首先想来听到这首音乐 是来自太阳盛德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天地恩情》 在音乐之后马上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书籍导读咯 《天地恩情》 《天地恩情》 《用心机》 《我心甘动观数语》 《慢慢发流》 《又如何寒天机》 《青灿碎》 《慢慢醉意》 《次恩情》 《次恩情》 《陷入心底》 《天河地》 《从此祝福传奇》 《千年约定今生醒》 《你我相偉意》 《天地恩情》 《总经过你》 《我要珍惜》 《风扬移》 《千古情》 《天地恩情》 《《天地恩情》 《总经过你》 《天地恩情》 《万事宁》 《又心机》 《《我心甘动观数语》 《暖暖发流》 《又如何寒天机》 《青灿碎》 《青灿碎》 那么醉意 自己陷入心底 天和地 从此逐步 传续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周五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会分非常多不同的单元内容 一起来跟大家谈谈了 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事项 要如何做排解 我们如何透过了智慧来解决问题呢 而在我们第一个阶段 都会来一起导读 分享到的是 太阳圣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在书籍当中 有非常多不同的章节内容 那今天跟大家持续分享 这一本书籍叫做幸福跟着来 是透过了读者提问 导师回答的方式来分享内容 而今天跟大家持续分享的是 四支八张 忏悔所有的不圆满 读者提问说 我常常自责总是好事 办成坏事 嘴又笨 又解释不清楚 只能为这些事情暗自伤心 现在做事 说话都很小心 生怕一句话说得不对 事情做得不好 会伤害到别人 我觉得自己很愚蠢 不能原谅自己 总是思考这些事 让我整天失落 希望导师慈悲开示 而太阳圣德导师解答说 明明是好事 为什么会讲错呢 这就是智慧不足 做起事来才会事与愿违 而造成没有智慧的原因 是没有忏悔 导致负能量一直存在 首先要先忏悔 自己过去所做的 所有不圆满的事 再发一个愿 然后将新地法 自然融入生活中 渐渐就会发现自己的转变 要很细心地观察自己 今天和昨天比较是否进步 如果有就要勉励自己 如果没有就更要激励自己 看到有点起色 就会有信心 所以要尽量勉励自己 增加信心 信心提升之后 很多事情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而是会越转越顺 阅读超级生命密码 可以迅速产生效果的原因 就在此 只要愿意改正 加上用对方法 问题自然得到解决 一份美丽收红 在天地 一份美丽收红 在天地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 是来自太阳盛德导师 出版著作之一 就是幸福跟着来 在这本书籍当中 透过了这种QA回答的方式 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 不同生命当中的疑惑和困扰 那到底为什么我们事情 好像常常没有办法圆满 没有办法办得好 可能就跟我们生活当中的 负能量聚累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何把负能量消除 让它变成了一个正面的能量 其实就要做这样子一个练习 把它做一个转换 就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要每天进行的功课了 如果到底要如何去做忏悔 如何让负能量转正 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加的参考 超级生命密码这本书籍 当然是来自太阳盛德导师 所著作的内容 在当中就有完整的 跟大家来剖析了 到底能量的幻化 是多么的一个精妙 我们要如何 透过了各种不同的方法 让这些的能量可以转正 都欢迎大家可以多加的参考 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除了会为大家一同来导读到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盛德导师 所出版的书籍之外 另外也会邀请到了 在全世界各地的超码学员 一直来分享 到底在学习超码的过程当中 也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 然后在学习超码之后 也有什么样不同的礼物收获呢 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大家邀请到 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 佩琪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佩琪你好 嗨 子荣你好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 那像是佩琪是在什么样的一个音缘 机会之下来接触到了超码这一套系统 然后呢 进而加入其中的呢 我可能比较特殊一点 我当时是因为工作上的配合 就是从导师他有那个大型的音乐会开始 然后我是负责舞蹈的部分 那当时这个营运长做了一个梦之后呢 那很荣幸我就与舞蹈的部分来做个连结 那当时我并没有如法实修 那虽然也有送我一本超码的这个书 可是啊 我这个红尘中的人嘛 那总是可能都觉得自己很忙啊 就放在家里哦 那本书两年多我都没有看完 才翻过几页而已 而且每次看了一两页 好像就觉得想睡觉这样子 对 所以一刚开始其实 没有太多的认识接触到了超码 不过呢 是不是也透过了一场一场 不断的接触和参与之后 哇 也发现了 其实超码这套系统真的是能量满满 让你自己收获也满满呢 对 很神奇的就是说 其实我刚开始完全不知道 天原文化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那就也只是当一般的商演呢 接这种舞蹈活动 而且我以为只有那一场哦 但后来他们就在找了第二场第三场 哎 我说哦 那你们是多久会办一次 他说哦 一年办一次 我说哦 好的 我心中比较有个底嘛这样子 而且因为他们都是那种大厂 都在那种林口体育馆啊 小巨蛋那种万人的 那第一次的时候 楼下一层楼坐得满满都是人 那楼上是还没有坐满人 都不到一半 哎 第二场的时候 哎 我想说还没有到一年哦 又早了 又说要开音乐会 那时候上下都坐满了人 好 然后那时候才隔半年嘛 再来 哎 怎么也还没到半年 又说又要开音乐会了 我说 哎 你不是说半年 说哦 没有 我们现在改 一季要一次 哇 后面那就一年四次哦 哇 而且这一次又更不得了了 我刚刚说一下子 上下都坐满了人 这一次不但上下坐满人 而且一天开两场哎 都是上下坐满人哦 嗯 所以我就感觉到 哇 他们这个 人员增加的数量很快耶 而且我就觉得说 嗯 这个单位 从我第一次接了之后 呃 不好意思讲 就是说 一开始我觉得 这个歌曲没有很好听的感觉 不像外面那种流行歌曲啊 这样的好听哦 哎 可是却在第二次接触 第三次接触 那很多首歌曲有重复嘛 嗯 可是为什么 我都觉得变得很好听 而且甚至后面觉得好多首都是 感动到我会掉眼泪这样子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啊 嗯 真的 而且我会听到他们学员的一些分享啊 我就让我觉得对这个 我们超级生命密码这个单位 也觉得有一种向往的感觉 我会觉得说 嗯 这是一个好像 虽然我看不到 也不是什么灵异体质的人 我却觉得是呃 好像那种能量啊 磁场很好的一个团体哦 所以我也会觉得说 嗯 如果有机会的话 好像我也会想要学习这样 只是说还在红尘中都觉得自己好忙 只有去过这个台北的教室 有两三次参加过那个读书会这样 嗯 回来自己也不精进嘛 那本书连对不对 超马连念都没念几页 嗯 就这样子时光就流逝 就只有唯独每一次老师的音乐会 我就把舞蹈的部分负责好这样 但是一直到了前年 去年啊 那个大家都不能外出的时候 那当时我自己也就没了工作 然后我就想说哇 也好啦 我终于有个时间 好好的来学习这个超级生命密码 好 因为都没有工作 总算也没有借口了 对 那就专心的学这样 哇 当时在开始做那个太阳灵愿转运法 那他们也说要做灵愿转运法 必须要先读完一到七章 然后我就想说好 我为了要做太阳灵愿转运法 就赶快读那个超马这本书 结果真的哦 我开始做太阳灵愿转运法之后 很有趣耶 真的开始大小礼物不断耶 我就觉得哇 好神奇哦 好像真的跟太阳公公有感应的那种感觉 那后来也渐渐解封之后呢 我也都有跟着每一场的 比如说老师音乐会完的隔天的十做十年 我都每一场有参与 然后开始的也让我自己就是督促说 有时间就到因为平常那个听员教室的下午 都有很好的专题的课室 有时间他们说一起到教室共振是能量最好的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 尽量每个礼拜都至少要进去教室一次 那其他没有时间的就用线上手机的听这样子 就如法实修 哇 真的能量的那种调动就不一样 我开始就觉得说不是大小礼物不断而已 就连自己的这个身心灵啊 都获得改善很多 因为以前呢 我就是曾经几年前 大概五年前的这个情感 就是跟交往的那个对象 就是就分开了嘛 所以精神上开始受挫折 然后开始就能量一直有往下降 因为心情不好嘛 然后也变忧郁症这样子 那当时能量下滑之后就影响到各个层面 包括工作呢 本来是很多工作 然后开始一直减少 然后自己就失眠 然后生很多白头发 然后掉很多的头发等等的 然后到最后 憔悴那个容颜都快要变得认不得自己哦 会都暗淡无光 所以后来就都好了 然后精神上也觉得 哇 很有朝气 然后好像就是脸的容颜啊 就回到以前自己的美丽 然后甚至于到现在 我在跟着乳法石 修越来能量越好的时候 不但恢复到以前的容颜 还觉得变得更漂亮哦 然后脸上好像有光彩 那个眼睛 很多人都会就是常常说 哎 你眼睛都有这个光芒 这样子 哇 真的是 从以前那时候 不想看镜子的自己 觉得那到底是谁 怎么变这么丑 到现在觉得 也喜欢照镜子 觉得自己越来越漂亮 太好了 那身心灵也提升了 那失眠也都恢复正常了 嗯 我觉得就是还蛮特别的经历 因为原来呢 是从工作当中 来认识到了超码的系统 然后呢 进而很好奇 然后呢 加入到学习 其实呢 也改变了生活很多 那像是刚才佩琪讲到了 就是在身心灵上面 有很多的调整之外 是不是也跟 比如说家人的关系等等的 也有很大的一个改善呢 哦 是的 就是说大约十年前 是我工作一个高峰 那时候 可能工作很大量 然后压力也很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然后就是开始跟妈妈的关系 就变得很这个对峙 然后常常 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 会为了一点小事情 就两个可以因为 互不退让一步 而搞到两个人 就是很难过到 妈妈也回到房间去哭 那我也觉得 哭到很难过 就是觉得很无节 又很无力感 又为了那种无聊的小事情 可能譬如类似就是说 妈妈叫我先吃完饭 再去做这个事情 那我就说 我要先做这个事 再吃饭 可能就类似这样无聊的小事 吵到 哇 非常的不可开交 妈妈回到房间里面 那闻到他擦那个绿油精 那种味道 他就是身体不舒服 嘛 头晕嘛 那我看到他这样 我很难过 然后我也哭到觉得 好像我不想活了 为什么不想活 因为我不想看妈妈这样难过 我很自责啊 我觉得为什么 我就脾气也不能软一点 我们两个就一样的倔强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一点都不想让妈妈伤心难过 可是却无力的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伤心 因为我最爱我妈妈 然后也会觉得说 老天啊 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解决这样的这个难题 我一点都不想让妈妈伤心 可是却 我不知道这个中间到底是什么 那个能量场在那里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好自责哦 可是呢 就在我学了超马之后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跟太阳公共许这个院 却渐渐的觉得发现到说 后来我跟妈妈却从此也没有这样的争吵过啦 而且这个渐渐的不但没有这样的冲突以外 我们的感情也恢复了以前母女俩的那种甜蜜哦 甚至于妈妈常也会我们会讲些恶心的话 哎呀很想你啊 这样子你在干什么 这样子 哇光是这一件事情 我跟妈妈的这个关系不再像以前这样子 我就太感恩太阳公公 太感恩天地了 因为这就是我最珍贵的礼物 我最爱我的妈妈 对 这个真的听起来非常的感动 因为真的在生活当中 跟家人的相处就是呢 最难的一件事情 可以透过了超马的学习 让自己的心境有所转换 然后呢也改变了跟家人感情的问题 也让我们的生活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圆满 其实呢真的也欢迎大家咯可以找时间一起来认识超马的系统 一起来做学习就有机会呢翻转自己的不同生活了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子蓉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佩琪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 佩琪谢谢你 感恩子蓉 感恩所有朋友 也希望呢我自己呢因为学习了超马 那获得了身心灵上面的提升 还有现在呢我的精神上觉得很丰盛 那我也希望我这么幸运我也会有机会就尽量的介绍大家认识超马 因为我觉得能够在超马学习真的是一件很幸福很幸运的事情 就是也希望我多多的推广 让大家也有变得更幸福的机会 感恩 再次的感恩佩琪的分享 哇这个经验真的蛮特别的对不对 好像呢比较少听到了学员读者呢是透过了工作来认识超马 然后进而加入其中 因为发现在大家一起聚集的能量呢真的是太多太多太棒太棒了 所以呢在后续呢也加入到了超马的一个系统当中 一起来做学习一起来做成长 所以呢也邀请大家 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了不同方式来多多的认识超级生命密码这样子一套系统了 而时间关系我们先来听个音乐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紧接着来送上这首音乐作品 是来自太阳圣德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英文作品 I'm so touched 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再回到节目当中 in life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this time I am amazed unconditional love will never fade away I am so touched words don't portray abundent love abundent love my heart illuminates because of love I am on my way to the life I have always dreamed to create It is love I am amazed I am amazed in life in life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This time I am amazed Unconditional love will never fade away I am so touched words don't portray Abundant love my heart illuminates Because of love I am on my way To the life I have always dreamed to create It is love I am amazed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我们今天的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 我们这一年度其实在福到你家的节目也分享了非常多不同的主题内容 都跟大家的生活跟人生跟我们的观念等等的都是有相关 不过大家知道吗 这个一年度真的是非常快速的到来 现在已经又到了年底的最后一天了 今天刚好是跨年的时刻12月31号 大家是不是也在今年度好像做了一些什么 但是好像又没有做了什么呢 到底我们要如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让我们明年度可以有更加丰富精彩的人生 不会沉溺在过去的这些不管是光辉时刻或者是这些伤心难过之中呢 这其实也是需要有智慧的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再次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神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崔容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节目刚好是12月31号 哇真的非常难得要先跟老师说一声新年快乐 是这个也要祝福我们子荣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在这个新年的一年中啊 一切都有崭新的愿望实现 一切都能够看到新年新气象 在这边祝福大家 我觉得新年的新气象 这是我们每一年都想要期待的 因为想说哇这几年的一个疫情时刻 其实让大家真的生活的非常的辛苦 不管是在工作啊在各个项目啊 或者想要自己舒心想要去旅游 有的时候都不是那么的敢哦 这一年度我想大家应该都是 还蛮辛苦的度过的 不过呢我们总是嘛 要迎接了一个新的开始 那刚好呢在疫情的部分 其实基本上啦在全世界各地 都会相对来说稳定一点点 大家也可以更加的放宽心 不过呢如何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那像是我们在农历年也即将到来了 今年的年也很快很快哦 我们也要除旧不新嘛 那除了我们的一个家里面的打扫啊 或者一些物品的扫除之外 其实我们的心理也要除旧不新呢 像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啊 在回顾我们今年度所做的一些事情 真的有些事情非常的难以忘怀 像是我发现在身旁很多的 不管是前辈啊或者是朋友 哇想要放下过去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简单 尤其有时候是辉煌的过去 像是我爸爸就会一直很怀念那时候 比如说当兵的时期啊 他们做了哪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呢 或者很挑战的事情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们 他们也有在工作上面的一个光辉时刻 他们也会时不时的拿出来说 这其实有的时候当然就是拿来当一些 跟大家开的话题非常的好 不过我们也不能一直活在这种辉煌的过去 其实我们也是要往前迈进 如何把过去的辉煌延续到现在 这其实也是需要富有智慧的野导师 是 刚刚子荣说 谈到辉煌过去 可能每个人都可以讲个三天三夜 嗯 但是毕竟讲完了 还是需要面对现实的下一秒钟 嗯 对不对 所以过去的辉煌当然是好事 如果可以从中 攒足了相当的经验啊 各方面的一种见解 那对于未来做很多事情来讲 可能它是一种助力 但是如果一直在过去的辉煌 但是并没有 什么样的一个突破的话 那也许有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就像刚刚讲的咯 一直在过去的辉煌 但是未来的辉煌呢 究竟在哪里呢 那这就是见仁见智 但有些人说 我就讲讲而已 我也没怎么样 也是啦 对不对 对啊也是啦 所以有的时候就看人啊 你说太严格了 他觉得哎呀生活 为什么要这么严格呢 嗯 但过去也不是坏事 但我想 既然这个滴答滴答的每一秒 都在进行事中嘛 嗯 所以我们的生活 如果也能够在这样子的滴答中的 进行事的成长 与突破 我想对我们每个人来讲 都是一种福分 是这样子 对尤其是我觉得要与时俱进 有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 而且困难的一件事情 就像刚才导师所说的 这个时间不断的往前走 但是如果一直沉溺在早期的辉煌 但是没有跟着时代的演进的话 好像呢只能是空谈了 像是其实我要讲到就是工作部分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 拼进广播嘛 其实也是宏极一时辉煌一时 那时候呢频道啊 或者是这个家数很少 所以我们广播呢 那就是珍惜的资源 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 因为现在各家的媒体啊 或者是自媒体 网络媒体真的是太发达 太盛行了 但如果我们还是在用着 过去比如说 我们在广播最辉煌那个时期的 不管是一个操作的风格啊 或者是形式 再做这样子一个运作 哇真的有的时候跟不上时代 也不是办法 那我想其实各行各业 其实应该也是面临到 这样子一个状况 就是可能过去很辉煌的一个产业 也面临到了不得不转型的时刻 但有的时候 这个放不下脸来啊 或者是没有办法真的 脑袋思考去做转弯 有的时候也是一个还蛮大的困难 和这个挑战也 尤其在这个科技昌顺啊 越来越发达的这一刻啊 如果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其实过去过个三五年 你觉得就是三五年过去了 但是现在的科技三五年 真的好像就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时代过去了 对啊真的 所以这个改变的速度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尤其在未来的这些年啊 我想每一年都会有很多新的突破成长 那么我们的视觉听觉 我相信也会在科技的这个动作下 有很多新的要学习的 也有很多新的见解的 那我想这些东西呢 如果自己给自己有一个 随时都想要成长啊突破 并且呢能够随随随地学习 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各方面呢 有更有火候的 在这样子的突破中啊 我想每一个人他应该每天都是很 惊喜的去品味着每一项 战胜前一秒钟的这个喜悦 那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想就是每个人啊 是不是真的来做个实验看看 给自己一些好立定目标啊 来看看这里面到底收获是什么 我想这也是蛮重要的 嗯 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 哎 我们的心要愿意去改变 或者是知道了 我们要去接受这个挑战的事实 像是在台湾啊 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也很流行一句话啊 叫做超前部署 虽然说我们比较难预测啊 未来到底实际上长的是什么样子 但是哎 其实我们自己 如果有这样子的心 可以去更快速的做学习 或者是放眼未来的话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 可能在任何的一个事项上面 也都会更加顺利耶 倒是 就好像我们以前 不是手机刚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老人家说 哎呀 那个我没办法 哎呀 那个你又教我 这里又按 这里又按 没办法 对不对 那我相信未来的科技 可能比当年手机出来 还要复杂多少倍 嗯 那那个时候呢 如果现在你没有一个 就说随时随地让自己的思维很清楚 然后这个 来看着自己学习的过程 怎么样来突破 那未来我相信有很多东西 可能也想学 但是平常有一些逻辑啊 思绪啊 没有准备好 那到时候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可能比手机还难十倍的感觉 嗯 那是不是就因此跟时代越走越远 那这也是一个令人要三思的地方 嗯 所以就像刚刚子荣说 未来到底长什么样很难说 但是我们总是做最好的准备 迎接最亮丽的未来 我想这比较重要 对啊 做好准备这几句话 好像听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真的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然后从中 嗯 在过去的经验当中做学习 让未来呢可以一切更加的顺遂 这其实也是我们新年度 大家可能都会立定的一个目标哦 不过呢 说到了放下过去 活在当下这件事情 有的时候不是很好达成 除了我们自己在早期 可能有些光辉的时刻 是非常的荣誉荣耀之外 其实有更多这些难以放下的事情 是更加悲伤或者是忧愁 甚至是这种 不管在情感面啊 家庭层面 工作层面的这些错误 和这些不好的抉择 那其实就是大家最放不下的 我想在今年度 我想大家可能也面对到 这样子一个难关 或者是关卡 那这些放不下的情绪 我们又该如何去做调解呢 道士 我想这些年呢 有些人他觉得因为疫情的洗礼 他可能更加的准备好 各方面的学习 更加的精进 嗯 所以可能比以前还要进步的快 也有这种人 对啊 那么也有些人他觉得既然是疫情嘛 那都不是机会 所以我就还是等待咯 本来从2020年等 对不对 对 然后2021 2022 他觉得怎么那么多年了 对啊 真的 但是这个我说就是一年一年的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谁也不知道 嗯 所以还是把握住这一秒 能够让自己看到自己啊 随着自己的目标成长突破 能够阶段性的成就啊 哪怕这一秒钟你学会一个什么东西 对于自己的人生有所帮助 或者一个到底想通了 好 对于很多的事情想得更加的透彻了 我想这都是阶段性的大小成就 嗯 那么我们能够给自己鼓励啊 那么也不浪费时间的能够随时随地走到哪 学到哪 嗯 那么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我们学习的题材 我想真的有这样子的思绪的朋友们 他可能的生活里面更加的丰富 而且人生呢应该会更加的精彩 嗯 真的导师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好多的鼓励哦 真的要找到一个学习的方法或者是学习的目标 哎 其实我们觉得哎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的系统 其实我们也常常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嘛 其实有非常多的学员读者或者是听众朋友们 哎 就透过了从不认识到认识的一个历程 其实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很多人呢可能都是哎 从导师的书籍当中或者是朋友的介绍开始 原本也不知道这到底这套系统是怎么样操作 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做落实 不过呢 找到了一个学习的方法管道 也参加了我们很多的实体课程 这其实一步一步都是一个学习和精进的历程 所以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可能性耶 是 就像子龙讲的咯 有很多的人他还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认识一下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那么哪怕是一个简短的学习 然后做一个实验 结果他发现好像是有点不一样 然后再多加把劲多花点时间 然后就看到了生命从此诸多突破 然后不但自己受益了 然后他的身边朋友也因为他自己受益 而也让他旁边的朋友一起来做实验 那我想这样子的话 如果大家都好 那这个就是自己好 别人好 整个社会都好 国家都好 那我想这个就是要让这个世界更美啊 那应该要先你我他都好 那这世界呢 因为大家的这种各方面的这种 按部就班的一种循序渐进的 来看自己的成长 那他每个人成长的时候 他比较往坏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 所以如果这个在心中好像六神无阻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的一个方向 或怎么样的一个脚步 那可能他就比较脆弱一点 有可能 所以如果能够做一件真的是值得的这种实验 那既然全世界有这么多人 都因为做实验而看到透析生命码的系统 他讲的的的确确是可以来帮我们 生活生命各方面的加分 精精彩彩的看到这一分一分的加上去 真的不是过去可以随随便便得到的 如果真的是这个时候 在自己眼前或者是别人的称赞 而肯定了自己的抉择 我想这也是给自己一个很大的礼物 所以新年就明天就来了 所以选择来做个实验 也许也是给自己一个新年的大礼 感觉都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有可能我们在这几年疫情的关系 我们好像有点空白了 或者是一时之间也找不到一个方向和目标 不过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或者是抄码的系统当中 真的可以学习的事情面向真的有好多好多 那当然如果大家也想要从节目当中开始学习起的话 其实大家也不妨来翻翻我们之前的节目内容 我们在Podcast播客当中 大家也可以搜寻福到你家的节目 就可以听到我们先前所有的节目内容 那也请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也可以review一下我们这一年度 2022年所有一个节目的一个精彩分享 其实真的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内容 或者是主题 都是切合着大家生活当中所需 所以也欢迎大家有空有机会的话 学习就可以聪门的福到你家的节目开始了 如果真的说到了放下过去活在当下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好落实达成 那明年度大家的目标是不是都立定好了呢 我们先来听到了好听的音乐 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来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 太阳圣德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 战阅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 不如如愿如愿如梦 不如将道理了悟 不如将道理了悟 将终点画青出 倒入乌鸦六色树枝枯 来付出 不禁融入 圆满人生能量来做出 生生生不息自主 生生不息自主 忍住天柱 只会故事已熊入 精彩每一幕 生为何物 身为何物 四为何物 人生不息自主 即刻来开悟 如气如素 如怨如暮 如怨如暮 凡是简单归于无 成我人间的变数 我做甘露 将爱补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 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 福到你家的节目 进行今天的 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了 今天时间非常特别 就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了 12月31号 那带着大家呢 一起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大家也不妨 趁着今天来想一想 今年度 做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在年初立定的目标 到底有没有达成呢 因为每一个年度 可能大家都会有 新年的心愿望嘛 那有些朋友呢 还会写下来 不过大家可以翻翻本子 我们那时候立定的目标 大家都达成了吗 如果达成的话 非常的恭喜大家 如果没有的话 要从哪个方向来继续努力呢 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再次邀请到了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盛德导师 再度聊节目当中 为大家做提点 导师好 可容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像是哪讲到了 新年新愿望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会列一张list 就可能有个五点啊 十点 然后想说我今年度 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一二三四五等等的 其实我在小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子写 然后就觉得说 哇这个本子一翻开 第一页就是一个目标 立定了志向 好像很有未来感 希望感 但是发现每一年 到了年末 就在回顾过去之后 就发现 这一点也没达成 那一点也做了一半 然后这一点 好像也没办法落实 听的时候 越看越觉得心虚 那到底我们要如何 在这个新年的愿望 好好的立定 或者是好好的努力的落实 这其实也是需要 蛮大的一个智慧 还有一个毅力的也倒是 志荣刚刚提到说 每一年年初的时候 都写在笔记本上 还是日历上面 今年的志向 对啊 那比如说一月一号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哎呀还有十二个月 应该都会达成的 对啊 那也就期待着 在这十二个月的哪一天 应该会 这个期许呢 一天又一天 结果就到年底了 对没错 所以有的时候很现实的 我们说把握当下 就是在这一刻 我们对于我们的目标 要有什么样的一种做法 嗯 或者怎么样的投入 来离我们的目标呢 越来越进一步进一步 来这样子的一个进行 我想这个倒蛮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一直在说 哎 时间多的是多的是 但是有的时候 你突然会发现 哎 我们原来期待那个时间 已经过了 嗯 事情还没做 有时候也会这样子 嗯 所以还是早一点准备 会比较多的时间 或空间来让我们完成 我们可以期许更多的事情 来成圆满的这种梦境 嗯 这其实真的也是要 真的像导师所说的抓紧时机 因为有一些 我们自己可能目标啊 或者是想要完成的一些 可能就是小小的愿望清单吧 有的时候过这个时间 可能就不是那么适合 像是哎 你可能今年的愿望 是想要到海边去冲浪 但是你可能到了哎 十一二月才发现 哇我这点还没做 但是现在季节 可能也不是那么适合 所以这个时机点的把握和抓准 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落掉的话 哇可能就要等明年再来 这其实可能也是大家 为什么每一年度的新年愿望 没有办法化掉的一个可能 就是我们常常都会错过 或者是没有把握好 耶 所以这有时候人家说切体啊 嗯 那我们想的这个愿望的主题 有的时候我们还得好好的问一下自己 到底这一刻准备好了多少 是百分之百呢 还是百分之五十 还是还没开始 那这个人家说有梦最美嘛 嗯 那是不是这个梦一直在美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赶快的去实现 还是这个有梦最美 过完了一定的时间之后 我们在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很懊恼 为什么当时没把握时间 对啊 我想这个也是见仁见智吧 还是看大家怎么想 嗯 嗯 我们除了目标之外 我们要随时 嗯 就我经常讲的这个结果论啊 对 要看当下这一刻 啊 我们到底这一秒得到的成绩 到底是什么成绩 到底是回头越来越好呢 还是我们好像目标是定了 但是 际遇啊 或者是结果好像老是不如人意 嗯 那这个在超越生命系统里面 就有实际的方法来教我们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真的更进一步 是这样子 真的因为这个际遇啊 还有这个机缘 真的是有的时候也非常的难得 也可能大家呢 没有把握没有抓住就会错失 那可能就会像我一样的就是 每一年的新年愿望呢 都很环保 很环保的意思就是 都会重复使用 因为就没有办法真的把它化掉 或者是真正的落实哦 但是这个际遇或者这个因缘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难得 那到底要如何把握呢 其实在我们的超码的系统当中 真的也有非常多一个实际落实方法 像是真的有很多的读者 听友在我们的福道你家的节目也有分享了 尤其是在工作的面向 这其实是大家觉得最难得的一个际遇和缘分了 像是呢有非常多的学员读者都说 其实在这几年的疫情当中 真的很多的产业都过得非常的辛苦 不管是做了餐饮啊 或者是有一些的店家电商等等的 那其实都遭受到了蛮大的一个冲击 可能连货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发 然后呢连所有的这些行销啊等等 都没有办法好好的落实 不过他们可能就把握了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或者是呢疫情当中的一些转变 或者是一些改为线上的一些契机 让他们自己的产业也是真的大发力士 不过如果真的没有把握的话 可能就错失了另外一个 可能可以更好或者是再向上的机会 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读者学员 其实也运用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 来翻转自己的人生 也在这一年或者是在这个疫情的年代当中 也是活得非常的精彩 而且呢也更加的有充实的动力了 所以其实也是要邀请大家 哇在新年度 如果呢也还没有跟着大家 一起来了解超码的话 我们今年度也说不定呢可以从一个最小的愿望 就比如说我们开始来读一本导师的书籍啊 或者是参加我们的经营会 其实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一点一点落实的 开始来学习这个超码的系统 也倒是 只能说一点一点 其实就是一点一点 这一点一点很重要 如果没有第一点就没有第二点 对不对 那么你说翻一本书有多难 诶有的时候人家说 哇 忙得要命怎么可能会翻到一本书啊 嗯 但是你真的有心要去翻超约生命码这本书 那就真的会翻到 那一翻到 然后你按照书里面的方法来做实验 那马上就感觉到 诶 是错觉吗 还是真是如此 嗯 然后又愿意再花多点时间来研究这里面 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那可能在一年之初啊 就已经抓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了 哇 那么在自己的落实里面呢 又看到这个惊喜的礼物 一件一件的这个 跟田地的共振中啊 不求自得 不求自得的 到了我们的面前 嗯 那那种喜悦 那种满足啊 也许过去也没有这样的经验 那会不会这样子呢 那既然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 都有这样子的际遇 那我想这一刻呢 应该是属于我们听众朋友们的 那只要自己立定方向 真的来做可能性的一个 非常科学化的一个感受吧 嗯 那么其实这种东西 呃 你说要多大的感受呢 那也许你看了这个 《超级生命法》这本书 看了几行 心情就舒服了 嗯 或者是信心就大增了 或者是感觉到这些年的委屈 就过去了 嗯 那我想这就是 那我再看着看着看着觉得 诶 这样子吗 哎呀 那以前我怎么没用上这些方法 就一试 就真的心愿 Bingo 呵呵 这就变成了自己 呃 可以再说服自己 多花点时间 好 来参研其中啊 看看这部 《超级生命法》的书籍 或者是 这个系统 好 是不是真的如同 那么多的 读者学员 讲 真的那么奇妙 如果真的好事的 也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相信 不管是自己 还是家人 还是身边的朋友 都会为我们成长 进步 努力的这个结果 而会高兴的 嗯 哇 我觉得这一年呢 就到了最末段了嘛 但是诶 其实真的换另外一个方式 想明天呢 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 如果可以在新年的第一天 就找到一个方向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节目 也真的非常的难得哦 可能有很多的听友 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也来想一下啊 这个一年度 到底做了些什么 好像只有一些彷徨 和无助 和一些无奈 但是如果听到了今天的节目 哎刚好就有这样子一个力量 有这样子一种动力 可以让我们的一年当中 可以找到一个新的方向 一起来认识 抄码 从不管是书籍啊 经营会啊 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的 各项精彩的课程 有一个新的开始的话 哇这个明年度 马上都找到一个目标 和前进的方向 那真的也是非常非常难的 一个机会 所以其实哦 每一次在空中 跟大家相见 和与导师相见呢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一个缘分哦 所以也欢迎大家咯 回过过去 展望未来 如果大家也要想 学习更多抄码的内容 除了我们在podcast播客 当中的福到你家节目 我们也可以再度的收听之外 也欢迎大家咯 可以在网络上面 找到更多相关的讯息 欢迎大家可以找到 我们的官方网站 另外还有脸书粉丝团 同时也为了方便大家手机 我们也帮大家见证了 超级生命密码的 梦想舞台手机APP 在当中呢 有好听的歌曲 最新的一些消息 还有些课程的资讯之外 还有很多很多有趣 或者大家呢 没有想到的这些课程 都在上面 等着大家一起来做探索 而另外呢 如果大家也想要更加的 实际的方式来参与 认识抄码的话 那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也会有圆满人生精英会 在这个精英会当中 我们就会一同来导读到的是 太阳圣德道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 而且还有大家一起分享的时间 如果有任何 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或者是一时之间 还搞不懂的一些资讯 大家也可以 在精英会当中呢 跟所有的学员读者们 一起来做讨论 那因为我们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 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 在全世界各地都有 所以也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了网络的客服人员 手机APP的客服人员 来询问我们自己最适合参加的 精英会时间地点 有或者是大家想要拨打电话 来询问的话 可以先把我们台北的电话 抄写起来 我们的台北电话是 02-5599-5439 我们台北电话是 02-5599-5439 就请大家透过了更多的方式 一起来认识抄码 而且呢明天就是一个 崭新的开始了 如果可以从学习抄码来开启 我们新的一个年度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 就邀请大家一起来更加的参加 一起更加的了解了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 非常的难得 在年的最后一天呢 也邀请到了太阳圣的导师 一起来为大家呢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让大家呢找到了学习的动力了 在今天节目当中再次感恩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导师谢谢您 谢谢梓荣 也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我们明年见 再次感恩太阳圣的导师 给大家的年终提点呢 真的非常的巧合对不对 刚好呢今年的最后一天 也有我们的节目播出 刚好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呢 来跟着大家一起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那当然在今年度不管大家 是不是在生活当中 有非常多不同的正面调整和改变 那当然呢在明年度 我们要一起继续的加油 往着幸福顺遂的方向来迈进 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 透过了超码的学习 得到了更多的能量更多的密码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的节目的 最后一首好听的音乐歌曲 给大家是来自太阳圣德导师 所作词作曲的出发 好像呢在今年的最后一天呢 听了出发 明年呢就可以好运 幸福滚滚而来 也希望呢大家一起带着 这样子一个动力往前迈进吧 我是子蓉 我们下周六中午十一点钟 到十二点钟的福到你家节目 空中再会咯 拜拜 来 就是现在我们要出发 运用好方法 转心一致 影响灯塔 永远不害怕 人生中不复杂 天天笑哈哈 命运里自己掌托啊 好事人人夸 啊 是非是不打心 天地情擦 天地讲不完啊 人生难得遇上这出发 总要把握啊 天地交代一刻也不差 要懂事珍惜啊 顺天一字再问他 开怀上迷萨 一出发就要到达 亲手唱呐 呀我不要自己抉择啊 这旅程无家 等你来那惊喜念念啊 善良简单轻杂 双鞋青出之气啊 航向了天涯 人生中不复杂 天地笑哈哈 命运你自己掌握 好事仍然夸 是非是不打心天地青彩 天地江湖湾难 如生难得遇上这厨房 总要把我安 天地交代一颗也不差 要度是珍惜啊 顺天一字在问他 开会上弥洒 是非是不打心天地青彩 天地江湖湾难 如生难得遇上这厨房 总要把我安 天地交代一颗也不差 航向了天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